哈囉大家好,我是安靠小朋友頻道 那麼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天使獸全新龍科的搭配 沒錯,就是戴上戚風的腐化龍科 究竟戴這個新的龍科到底變多強呢? 接下來我們就詳細的跟大家做分析 那麼接著我們要來詳細的比較 天使獸可以使用的兩種龍科之間的差別 那首先,原武裝龍科 他的集氣條件是手皮消除符石 那麼戚風龍科他的集氣條件是追打次數的 那這個差別呢,我們在後面實戰會為大家做一個完整介紹 好,那再來差最多的是進場-CD 七風龍科可以進場CD-2 原武裝龍科進場只能-CD-1 所以如果你要更快的開啟到天使獸的主動技能 那就要搭配我們的七風龍科 不過原武裝龍科他有持續增傷1.8倍 只要你同時消除三種傷的符石 包含消除光極星珠 就可以來到最高常駐1.8倍的增傷了 所以我個人在比較起來 我還是會帶原武裝龍科啦 因為他的增傷幅度是比較大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用實戰來跟大家講解其中的差別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為大家帶來 天使獸如果帶上七風腐化龍科會怎麼樣 好,那首先差異最大的大概是只有這個龍科的能力啦 因為我們如果帶上七風的腐化龍科呢 搭配上天使獸的二技能 就可以達到每回合開啟龍科能力的一個玩法了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開上龍科能力之後呢 緊接著我們開天使獸的二技能喔 就緊開這兩招透過消除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讓龍科能力每回合的去做開啟喔 那再搭配上這隊的特殊玩法 我們帶上雙光炎等於是我們每回合都可以幫整隊撿CD 天使獸每回合都可以開他的二技能 那他的二技能再搭配上腐化的七風龍科 這樣子每回合都可以讓龍科再度的開啟 所以如果說你有玩雙光炎西的這種特別配置的話 那其實可以考慮隊長天使獸可以帶七風的腐化龍科 好的,那麼以上就是天使獸全新龍科的一個實戰介紹啦 如果還喜歡這種介紹的影片 別忘了按下你的喜歡給我們辛苦的製作團隊 讓我們更有動力製作這種全字幕的影片 也別忘了在離開之前按下你的訂閱按鈕 我們現在來充實團訂閱,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大家掰掰 字幕仔 點讚 字幕仔 字幕仔